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觉得北京不是我应该长留的地方 总想着有一天我会离开北京的 但是没有觉得可能会这么快 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是做出了一二三月减薪的通知 那相比之下我最后还是做出了离开北京去杭州 做电商直播营销领域的工作 但是现在把我们困在这儿 就觉得可能更能看到在北京残酷的一面吧 如果你不离开这儿的话 其实那些压力也都在 也没处释放 比如大概的话有个七八年的经验吧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就不是我自己的家 没有一席之地也挺累的 最近的话搞得人心汪汪也挺烦的 我是07年来北京 然后在这边上学 当时我们专业学的就是摄影摄像是方便的 毕业之后留在北京 然后做了几年自由职业的 然后随便集结活之类 迷茫的感觉 走 往前走 然后又犹豫 我是因为我们公司是做酒店行业的 然后就是这次疫情包括本来说这个春节 应该算是旅游行业的一个高峰嘛 但是因为疫情然后整个旅游行业 包括酒店行业都特别的不景气 CEO发了一封信给员工 意思就是说在五月份之前可能都不会开工 然后不会开工就属于一个停薪留职的状态 就是也没有收入 也不会去工作 然后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的话 就是一直在吃积蓄的话 其实是挺难的 既然说是每天在家待着这么零收入的话 就还不如就回老家呢 前方300米 请靠左连三款继续行事 请走左侧三车道 今天我是去封公司那边交离职证明 交离职证明之后 打算跟公司的公益金代办人员一块去到北京 住房公益金管理中心 去把我的公积金全提出来 今年受疫情影响 公司是做出了一二三月减薪的通知 其实我之前一直对我的工作内容 并不是十分满意 我觉得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 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是一直想离开的 那既然待遇现在也变成这样 所以我就在前两个月一直在找新的机会 这直播电商领域在杭州兴起的原因 我之前是看过这么一篇文章 我觉得杭州能够兴起直播的原因 一是整个城市对这类产业的投入力度 二是它周边辐射的商贸区 在商品层面能提供更大的流通支持 因为现在其实受疫情影响 直播电商领域今年开始变得特别火 我觉得在整个领域都大有可为 那相比之下 我最后还是做出了离开北京去杭州 做电商直播营销领域的工作 那我就直接见去了啊 拜拜 拜拜 其实刚来的时候像16年那会儿肯定是属于一个特别特别新鲜的时候 因为觉得北京特别繁华特别大 然后感觉就是高楼大厦的感觉很新奇 然后快到毕业那会儿 其实就感觉到压力会非常大 因为自己出来租房子就是一直在搬家 就会觉得会累一些 但是疫情一来之后 一下子感觉也是更加迷茫的 因为就是在家也不能回家 天天就一个人在那边 如果是六七月结束的话 就是一个人还要在这里待 几个月 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对 所以想着换个环境 问了一些朋友他们说 在闲逾上可以卖卖东西什么的 我开始就觉得肯定卖不出去 后来就是还挺好卖的 哦 你们还可以拍这个 这个就是我记那个闲置的那个 快递 就是我的东西都是在他那卖 在他那记的 这个呢 记的 在你这记的 那时候 我都跟你记了七个快递了 没有 没有吗 你忘了 其实在北京遇见这么多人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 这一份工作结束了 那我永远都不会不再联系了 甚至微信都可能会删掉 但我们就是几乎 我们有个群 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在里面聊天 你说你是北京人 你在北京它有一个特殊意义 在那 而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之后 在哪都一样 你看怎么着 你是把我这送给还是 我等到给你送哪 我咋送我兄弟啊 租房人是回来的少 租房行情也不是特别景气 买房的话更实 买房的话 因为这种疫情的话 大部分小区都进不去 所以说导致很多业主啊 就是都是在持观望的状态和等待嘛 实体行业早年有做餐饮 那餐饮的门店关的一片一片的 可能就是说十家店有八家都关了 所以说我想在家里回趟家调整一下的 调整一下心态 看看趋势和行情 是否打算回来继续找合适的工作 认识也时间长了 应该还能回吧 对 因为也就是这段时间 反正都不太好做嘛 想回家陪陪孩子 因为孩子什么也都在山东嘛 对 常年不在这边的 就整个房子收拾完之后 整个屋子都变得特别空 然后那个心也就跟着收拾东西的时候 就感觉都搬空了一样 嗯 不想说 你现在最后悔的是啥 我每一个游北京 没想尝尝 每一只餐 在那个国贸三七最高层 看北京夜宿 我还没去看过生活棋呢 本来都是想去的 以为以后还有时间 人家的费用 年轻人肯定跟老家不一样吧 有好多不上班了呀 或者有好多年 因为人家走了 把行李寄回去 人家都走了 我要搬走 搬去杭州 杭州 杭州 走 快点 快慢走 快慢走啊 快慢走 要走的时候认识林郊 我觉得北京这座城市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幸运 我更看重的是工作机会 而不是哪个城市更加吸引我 大城市总是这样 有人走有人来 个人认为是没有对错的 然后感觉自己也比在北京健康了很多 反正更多的是跟家人的相处事件 虽然说没干什么 但是也觉得还挺充实的 就是不像在北京的时候 感觉忙忙活活一天什么都没干 在溜弯的时候 就是不太敢想北京的生活 就是一想北京那个城市会 就是还是会有些怀念的 就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听到了某首歌 对 他就会立刻让我暂停 说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回忆吧 是这样子对你不要唱了 这个地方都没有开始 被开灯了 hurting